醫師話聽一半 當心恐怕命都賠上 他是一個肝硬化 那已經有病發食道靜脈曲張 立刻就是做內視鏡 食道靜脈結紮數 第三天他開始肚子餓 建議他說你一開始要吃 他說水 不要太吃雞 太硬的啊 太燙 醫師說可以吃東西 平常就是聽一半 好去買了一個便當 護理師看到他開始吐血的時候 便當已經沒了 到現場的時候 已經完全沒有生命真相 今晚10點 東升綜合台32頻道 醫師好辣 醫師好辣